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蔬食茶堂位於靠近74號快速道路的向上路上 外觀具有濃濃休閒度假感 配上庭園造景與木製裝潢 更顯異國情調 戶外有木騰編製的座位區 巴黎島風的小涼亭 以及孩子最愛的沙坑遊戲區喔 想說新加坡菜跟馬來西亞菜 它們要結合成蔬食料理 它種類應該不會很多吧 菜單 菜單 來… 種類很多耶 而且有咖哩魚頭 還有廣東應麵 還有 我要點這個 沙爹串燒 看來我剛剛的擔心都是多魚的 知心長 我發現你們這邊 從裡到外都是很度假的氛圍 甚至餐點也很難陽風耶 張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間店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夢想 我的夢想就是 讓全世界的人都能夠吃素 我希望透過這樣子這麼新鮮的香料 然後很豐富很多元的香料 去呈現食物它更棒的味道 更有層次感更豐富 所以一週七日素 蔬食新主張 這是我們的理念 這一道是咖哩魚頭 是我們的招牌 咖哩魚頭 是 大豆纖維跟海苔 海帶 好好喝喔 這個湯熬煮得非常的好 它裡面融合了香茅 然後還有薑黃跟那個咖哩葉的香氣 超讚的 那我們為了要讓它的味道呈現得更好 所以我們就自己種咖哩葉 所以這邊你們的蔬菜跟香料 都是你們自己種的嗎 大部分是我們自己種的 只種季節性的蔬菜 就是說在這個季節性的蔬菜 我們可以不用加農藥 它就可以生長得很好的 好棒喔 可以讓客人吃到健康 吃到營養 印度甲餅是店裡另一項高人氣選擇 多層次口感的抓餅配上 口味豐富的南洋咖哩 一不小心可是會瞬間吃光 另一道必點飲品恐龍美露 選用馬來西亞進口美露 可口味更加醇厚 香濃卻不會過甜喔 高高隆起的美露粉 也多了一點顆粒的口感 這就是我最喜歡 而且推薦給您的拉撒麵 那這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國民美食 在他們那邊有阿桑拉撒 有咖哩拉撒 那我們主要就是做咖哩拉撒 湯口是非常濃郁的 我覺得它跟我平常吃到不太一樣 因為它多了一份奶香味 而且是甜的味道 然後裡面帶一點點香香辣辣的 是… 那他們在吃拉撒麵的時候是 麵要有湯汁一起入口 這樣是最道地的吃法 好 盛了麵 然後再放進去湯汁 湯汁 是 好好吃喔 它那個麵已經吸附了那個湯汁 對… 旁邊這個也是我很期待的喔 這個沙爹 這個也是蔬食嗎 是的 那我們沙爹 沙爹它就是濃濃的花生 孜然 香茅 打成的泥 慢慢炒香的 是很濃郁的甜 辣 香 那個花生的香氣 是 然後帶上一點辣度 是 所以小黃瓜那個很清楚 很清小的味道 是…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代表性甜點 除了有芋頭 地瓜丁 清洗米露與椰奶 還有餐廳透製的天然果凍 綠色是用七葉蘭汁製成 紅色則為甜菜根汁 繽紛的色彩讓人食指大動 這個是很多人必點的喔 它是七葉茶 也就是七葉蘭所熬煮而成的喔 它喝起來有淡淡的那個芋頭香氣 而且它不會很苦喔 我覺得很清爽 旁邊的這個啊 看起來很像餅乾的 其實它是豆皮喔 它是馬來西亞進口的 好抓取喔 小朋友啊 他們一定很愛吃這個 來到這邊啊 真的很放鬆耶 其實整個氛圍呢 都是很度假風的 這一間呢 它是農莊餐廳 而且啊 它一到假日的時候 幾乎是一味難求 不僅有美食 而且還能清淨大自然喔 農莊原以傳統流水席為主 於2018年開始提供 合菜與套餐 不覺得很像 來到了早期的農村社會嗎 這裡還有風谷耶 其實啊 這裡以前呢 是一間古倉 後來啊 就結合一些這種 就是農村古物 所以呢 就成了一間 古色古香的餐廳了 從農村區往內走 沿路都可以看到 請往裡面走的告示 經過走廊與客廳 就可以看到櫃台與用餐區囉 你們看這個水池 是不是很像 來到了一個世外桃園啊 有小橋 有流水 有荷花 音樂還聽得到 蟲鳴鳥叫聲 周圍皺滿鱸魚松 四季都有不同景緻 翠綠的植物 古厝小屋 木棧道與豐富的生態 在用餐前 先來著走走拍拍照 吸收分多金也是一個好選擇 補典的這份套餐啊 是他們家的招牌喔 叫做投入菜套餐 你看喔 這個打開呢 這個是半桌菜 大概是半桌菜的第二道主菜 這個它裡面是加了十幾種 這個蔬菜下去熬煮的 所以它很濃郁很濃郁 投入菜由成菜尾湯 是一道醬多樣食材 會煮在一起的羹湯喔 裡頭餡料豐富 有炸鞍成蛋 豬肉 筍絲 和綿密的芋頭等等 微酸的醋味吃起來很是下飯喔 除了主餐外 還附有燙青菜與兩種醃製物 自製肉燥讓青菜更為鮮美 而且剛剛老闆跟我說 因為他們家 其實以前是辦桌菜起家的 所以第二代接手之後 他們就是想說要用這種套餐的方式 把大的這個桌菜 縮小成這樣子小小的套餐 所以你可能是兩個人啦 三個人啦 吃不完那麼多 你們就可以點這種套餐式 另一道喜宴菜是香噴噴的傳統米糕 增濃妝也吃得到 而且相較一般的米糕啊 內容更是加料不少 份量也足足一攏 兩三人一起吃也很可以喔 那這個素食小果菇啊 就是給素食者磨的福利 它裡面的食材啊 沒有用冷凍的 全部都是新鮮的配料 這個吃起來就沒有負擔了 你就是很清爽的一個套餐 全部都是蔬菜鮮甜的口感 這道巴西蘑菇湯啊 完整的蘑菇加上雞肉 熬煮出鮮甜的蘑菇湯 小小的一粥無懈滿足 這一道呢 圓滾滾的 這個是花好月圓 它其實就是炸湯圓 也就是我們喜宴時啊 會看到的經典菜色之一 它裡面啊是綠豆餡 很好吃 然後搭上外面的那個 表皮的花生粉的香氣 好懷念喔 這一道吃的是懷念沒錯 吃完了剛剛的半桌菜之後啊 來一杯這個 就是很清爽又很解膩 而且呢 吃飽之後呢 你可以再去庭園走走 散散步 然後消化一下 享受這寧靜的片刻 下次來到海中呢 別忘了南豚區一定要來找好料喔 隱藏在文昌街裡的老宅咖啡廳呢 可是一間有六十年的土腳措 重新粉砂而成的喔 可以看到沿路有許多可愛的多肉植物 再往內走就可以見到 隱身於都市叢林中的老式一條龍喔 我看到這邊啊有很多小東西 就是點綴其中 像這個 叫做梨頭 梨頭 對 就像現代的耕耘機 所以啊其實一進來就可以看到這些 非常古時候會出現的東西 其實對年輕人來說 是蠻新鮮的一件事情耶 那旁邊這一棟就是我們的主角對不對 對 這是我先生的 從小生長的地方 永定裡的話 本來都是這種古書 蠻多的 七八年前剛好重化 把它整個都打掉了 剩下我們這一個沒有在重化裡面 乾脆把它保留下來 一方面讓我自己能夠實親 永遠我爸爸建造的 你會覺得特別的親切 對啊 而且這個古書 是土書書喔 你看到的白白裡面都是土書書喔 在這個空間裡面啊 就是很有這種歷史的味道 有這些水壺 然後還有老照片 其實你走過來看啊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 當時那種生活的情況 對 在老家裡面用餐呢 也要有滋有味 這一道是什麼 看起來很中式的 這是我們的辣豆腐飯 辣豆腐飯 對 這道聽說是你們以前的時候 會吃的 以前要掛鍋 阿嬤的時候就會準備午餐 那因為你只要很熱 那為了要讓那個 我們所有的農夫更開胃的時候 阿嬤就會煮這個辣豆腐飯 很好吃 對 所以每一次都會 都會有這個 其實它雖然是辣 可是它是有香的 旁邊還有很西式的這個 這個是這樣 這個是我之前在留學的時候 點那種墨西哥薄餅的東西 配一杯啤酒 然後就度過一整個下午 然後所以我一直 一直懷念著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回來之後 再跟幾個老師們討論之後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然後去把它做一些調整 呈現在我們這個老宅 對 風味咖哩飯呢 屬於日系咖哩 使用多種蔬果燉煮而成 充滿自然甜香味 不辛辣 不敢吃辣的人呢 也能盡情享用咖哩的美味喔 雞肉是切片狀 大片的雞肉一口咬下 好滿足 而且Jerry你這邊的空間 可以運用還滿特別的 像這一間是閱讀室 對 隔壁我看有點 有點像那種 小時候的隔壁店 對 因為我們外面有一個小庭園 那其實很多小玩具 其實他們可以拿了 就到外面玩 我們就可以去帶孩子 去體驗一些 比較傳統 我們在玩的東西 對 我們外面還有一個手沖區 手沖咖啡 這個是嗎 其實這一杯就是 接著呢 就來到我最愛的下午茶環節 甜點時間 這鬆餅上面的醬啊 真是太誇張了 而且上面還有蔓越莓乾耶 長期來富有奶香 與伯爵茶氣味 醬本身呢不會太甜喔